这个礼拜的这个怎么呢 就是我们好像只有画三个啦 一二三个 这三个我是觉得不够 我是希望全部都画出来 这是一个目标 但是要怎么把这个目标完成 第一个当然呢 请各位先把云端上面删图这一段 把它贴过啦 这一段其实也没什么意思 我是觉得干脆你把这一段当范本算了 那这一段的话实际上 就是先判断一下 如果目前的工作表里面 它的那个Chart Object 就是那个图的物件的数量 是大于零的时候 那就帮我把它们全部删掉 那意思就是全部删除的意思 OK 所以这个跟三文字不一样 所以我直接拿这个当范本 把它执行的话 你把这一段从云端上贴过来 应该蛮好找的 我好像是在放在云端上 就是在删除的话 我记得是贴在这里 这一段就头尾嘛 复制过来 三页的地方有个Sup叫删除 然后你把它贴到你们的模组下方好了 那执行看看啦 如果里面有那个有图 就会直接全部删掉了 也就是它应该要全部删 等于全部把图给删光光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希望写一个全部则线图 类似像这样全部一字形 十个全部都输出了 而且资料呢 也会自动帮我把它加进来 那要怎么写啦 那首先当然呢 你们可以思考一下 不是说叫你图法链刚 写十个Sup 然后全部用Core 像我们之前Core Core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如果你实在写不出来 但是 那样写说真的 就感觉好像不够专业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要稍微专业一点的话 当然你必须要付这点代价 就是你要学会用回圈 来完成 十个汇率资料的输出 OK 回圈其实对于一般来说 尤其没有写过程式的朋友来说 真的是很难很辛苦的一件事 但是你可以感觉到啦 会回圈真的是太方便了 他其实就是在执行一件事情 只是说 他这件事情里面是由 像这一体 是有两个地方变动 哪两个地方变动 一个就是这个有没有 第一次是M1嘛 第二次是M11嘛 第三次是M21 有没有 一之类推 所以呢我只要能够 想一个办法 能够让他 在当他执行第一次的时候 这个数字是1 再一次变11 再下一次变21的话 那我就可以完成 我的有没有 每一张图的输出了嘛 那怎么做 当然这我想出来的方法 所以你们可以自己用 自己的方法写 或者你可以用QRGBT写写看 QRGBT他也会给你答案 只是说他给你的答案 一定是不一样的 那我想到的方法是第一个 我怎么写回圈 回圈一般就是这个架构 For I 一般用I 等于1到10好了 因为我可能会有10个栏位 Enter两下打一个NAS 所以呢通常 后回圈都是后面这个 搭上它的I的变数 那I是一个变数 里面是一个数字 那也就是I 它的值 会在1到10之间做变化 那什么时候变化 NAS 有没有 所以它会先1 NAS跳回去之后变2 NAS跳回去变3 OK 所以其实还有人这样写 他有时候NAS I 不过NAS I 有没有好像 其实不影响 所以要我的习惯是能加就不加 所以其实就是NAS 就NAS I 如果你有看到有人写NAS I 你也不要觉得很奇怪 这个I是可以省略的 OK 好 那所以呢 我们产生了一个I之后的话 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干脆把这个原则线图的这一段 把它复制 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个For回圈的里面 让它去做变化 然后记得贴上 For回圈里面 请你按Table键 下一阶的意思 按个Table就下一阶了 当你不加 其实不影响程式Rub 但是看就看得很不舒服 一般是说 按个Table表示说 它这两行程式 是在这个回圈里面被执行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只要能够把这个M1 这个E有没有 改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的话呢 它能够满足 第一次输出是E 第二次输出是11 第三次输出是21 这样的条件 这样的条件 就OK了 所以需要一个变数 那这个变数的名称叫什么呢 其实我想到一个名称 干脆叫K好了 所以我就把这个M1 E有没有 一样Delete掉 然后呢 移到它这个 变数的右边之后 按M的一个什么 M的一个K好了 然后前后一样加空白 M的前后一样加空白 意思是什么呢 我这个E 不是固定的 我是要根据K里面的值变化 我赋予它不同的东西 一样这个也这样 Lab跟Table 这一方 一样把它Delete掉 然后一样到后面 M的K 也就是说呢 反正呢 我要放在哪一个位置 比如第一 11 有没有 那我是根据K 好 那这个K里面的值 其实它有个固定 它第一次是1 那每下一次的话呢 就帮我加10 有没有 第一次是1 那下一次就加10 就11 再加10就变21 再加10就变31 一直类推 那总共有几栏 10栏嘛 OK 所以如果假设我要满足 像我刚刚讲的 这样一个条件 我通常会怎么写呢 我跟各位讲 如果呢 当它第一次是1的话 那我习惯会在 4回圈的上面 它一个叙述叫 K等于1 K等于1的话 指的就是 那个K里面的值 的第一次 是1 第一次 OK 一般叫初始值 初始值的话是1 然后呢 每一次呢 只要跑一次之后 帮我把K里面的值 加上10之后 存回去的话 很简单 请你在NAS的上面一行 再加一个叙述 叫什么 K的值哦 等于什么呢 帮我加10 所以K加10之后 存回去 这样就OK了 你可以看到哦 如果我今天把这个程式 写成这样的话 那以后这个K的值哦 当它第一次一定就是1 然后呢 当它下一次的话 就帮我加10 所以哦 1加了10 就存回去 那就变11了 下一次的话呢 11加10 变21再存回去 所以哦 刚好满足我要的这个效果 所以再来的话 我们来跑跑看好了 所以其实把它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哦 马上有10张图都通通出现了 一张有没有 两张 三张 一是类推 其实理论上应该就是10啦 因为它forI等于1到10 OK 所以等于是它就帮我输出10张图 所以哦 数量是没错 位置也没错了 可是呢 有一个地方错了 哪里呢 是为什么每个都美元 美元美元 它为什么不掉人民币 跟其他币别呢 应该可以理解为什么 因为呢 我们这个地方 第二个变数 还没去改变它 为什么 因为全部都是A1到A42嘛 然后这是日期吧 然后它的那个汇率的部分是B的话是美元 所以哦 第二个要改变的参数 是这个B啦 我是希望说 当它第一次的时候是B 可是当它第二次的时候呢 就帮我变成C 一时类推 这个也是最难的 这一题最难的 但是啊 怎么样写会比较简单 其实我跟各位讲哦 绝对不是只有一个标 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 一定有很多种写法 啊 当然怎么写比较简单 这个可能就要揣摩一下了 于似乎哦 我就想了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我需要有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的名称哦 也许叫做什么 叫做 COL吧 OK好 放在哪里呢 放在负回圈的 下方 你enter一下 我讲的方法 按一个TAB键 添加一个变数叫COL好了 COL 其实说卡伦的简单啊 COL 好 等于什么呢 那这个COL 要得到的应该就是 一个文字哦 一个文字 它第一次的话是B 第二次的话是C 一时类推 所以一直到K啦 所以B到K 所以我就想了一个方法 有什么方式哦 可以让他 每次抓的那个字都不一样 而且是抓字哦 所以我在想了一个方法 用MID这个函数 MID 应该知道这个MID吧 MID这个就是抓那个字串 在哪一个位置的字几个字嘛 OK 那我就想说 如果呢 我在想了一个方法 就是把那个字串 就是自己加什么 栏位的名称 就是意思B到K嘛 所以你就 B C D E F G H I J K 那记得按照顺序哦 分别把那个栏位的名称呢 把它打在MID的文字的这个 第一个参数里面 按豆点 好 记得我们到K嘛 那第二个问题 他会问你说 请问一下哦 你要的是前面这个 这一串字里面的第几个字 OK 那我要第几个字 很简单哦 我这边把它输入一个I 那I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当I它是1的时候 它就取第一个字 当它I等于2的话 那就取第二个字 所以哦 后面第三个才是豆点 要几个字 要一个字 所以后瓜糊一下 那我这个COL变数 其实主要就是什么 当它等于1的时候 就是抓B啦 所以哦 当I等于1的时候 就把B放到COL里面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要怎么样把COL 这个变数 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个B 跟这个B的位置 OK 这个也是最难的啦 因为COL是个变数 那我要怎么样把变数 放在你要放的那个位置 如果你实在记不起来 我教各位一个诀窍 就是说你可以记个口诀 一 把你要放进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变数位置的地方 先选取起来 一 选那个位置 二的话呢 两个双以后 移到中间 再加两个AND 再移到中间 再加那个变数名称COL 好 这样就OK了 最后一个步骤很重要 你把AND符号前后 都加上空白 因为VPA的AND符号 前后一定 必须要有空白 没有空白不行 OK 大概是这样 我再做一次给各位看 一 选取你要放变数的位置 然后至少在二的话双以后两个 三 用的两个 都移到中间 然后呢 再来的话就是打一个COL 并且把你的前后加空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把COL这个变数 串在指定栏位的地方了 OK 诶 程式这样就写完了 那最难的应该是刚刚讲的 如何把COL 有没有 把它放在 刚刚的那个B的位置上 OK 这个COL的这个变数 那我们就把它串在这个 这个一串文字里面 OK 所以串两个 这可能是最容易打错了 不过你们可以参考云端上 其实也有写好一模一样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最后再试试看 我把刚刚的这个美元折线图 就是因为它每个都美元 所以把它删除掉 再让它执行一次 看看它会变动 诶 执行一下 看一下 诶 哇 你会发现 因为我把刚刚的那个栏位 把它换成一个COL的变数之后 哇 它每一次就 先美元 有没有 再来就人民币 再来就欧元 一直在推 哇 马上呢 十个图 瞬间呢 就帮我把它画好 而且排在我想要放的位置上面 OK 所以这样的话 其实就 简单又快速了 好 那把那个重点再 跟各位再讲一次 1 先打一个4回键 4i 等于 1到10 nest 然后呢 先把 这个美元折线这两行贴上 记得先改哪里 改这个k 这k应该比较 比较好理解 出十十等于1 后面的话 都每次加持存回去 加持存回去 那再来的话呢 那个bcde的位置 我最后是加了一个那个什么 加了一个mid OK 这个可能 是我想到的方法 当然不是只有这个方法 有人用什么内码 是内码 我觉得 对同学来说 应该是更难 所以我干脆用mid mid 大家应该比较熟悉 也就是针对 这一串的栏位名称 取缔起格 所以我按照顺序 当i等于1的时候 就抓b 当i等于2的时候 抓c 一次这一推 再把这个col 串在这个里面 OK 这个串的 你会发现 它有个固定结构 这个地方本来是b 那怎么改成那样子 记得 我的规则是 先两个双引号 移到中间 再两个end 移到中间 里面穿一个cl 记得在最后 那个cend跟 前后一定要加空白 这个请各位试试看 这个应该是最容易出错的 如果你这个地方可以 把错误呢 可以把它 可以把它 这个 不发生错误的话 那我想应该你以后 打这个程式就简单了 也就是把变数 串在一个文字当中 OK 那我刚刚写的 一模一样的程式 在云端白板上面的 第六页里面也有 OK 如果你假设有些地方 不太清楚的话 可以参考 那个第六页的地方